班政包養令 前总统府执政考试院前院长徐水德先生 在3月31日指示 向其寿91岁 总统蔡英文19日下午出席告别式 并签颁包养令 表彰徐水德对国家社会的卓越贡献 前总统马英九 前副总统连战吴敦毅等政坛大佬 也都亲自出席 大家学习他 凡事求尊求实 最重要 他从来 刚才介绍过来 他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虚假的话 这是为人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 留下的典范 非常值得我们全体国人 不但给他肯定 而且希望所有年轻的朋友 都能够好好的学习他 国民党也在马英九的代理下 现花行一举功力 并在棺木上覆盖党旗 再由现任党主席江启臣 颁证国民党包养令 现在感受特别多 因为我的主席当选证书 是他颁证给我的 那今天我来颁证给他包养令 所以其实还蛮难过的 徐水德是前总统奖金国 在政治上任用的第二批台籍精英 更是第一位被日本君王 受封旭日大受章的台湾驻日代表 日本副首相马神太郎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以及美国爱森豪协会主席等 每日真要 也都发了来电验 表达哀悼 新唐人爱电视成为魔皇帝风 台湾特别报道